小编可以帮我开图表 亦是我今日的推介 我今日推介这一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猜到 这款3983 中海石油花 这些位置 当然我一直都不会觉得自己会吃到顶 因为 所有的最后的几毫 最后一两毫 通常留给人的 还有我自己买得多 如果大家记得我当年是Tasty Pig说的时候 我买的数据都比较大 所以 赚得不错 我自己就吃换了 2.32买 2.8 2.9 我自己就吃换了 那为什么今天 我会再走去看一只3983 因为就算你看到这个市场 跌了这么多 只不过按一下 接近100天线 那个位 那时候的位置最低 曾经跌到2.45 亦都去不回我两个三毫二 那个买入位 那我就觉得 这只东西其实我 阴点阴点又看着他 觉得是几好 其实他现在在做一个平台期 那我看到什么新闻呢 首先你要了解一下 中海石油化学做什么 其实他就从事一个尿素 甲醇 鸿肥 等等 的一个生产 和销售 最紧要看 全年业绩 其实去年 他那个业绩 是做得非常之好的 因为这些的公司 是相当周期性 但是 你要留意 他是因为 什么 令到他那个业绩做得好呢 就是因为 他那个 那个 尿素的销售 是创作 是同期的新高 和去年比 是增了 一成三 那么多 所以 令到他那个业绩 是突然间 做好了很多 如果你说 在香港市场 找一间 又有甲醇 又有尿素的 其实 只有一间 只有这一间 3983 好了 这个都不足以 令大家去买 这只股票 我们看看 如果大家有看 中国化肥网 是真的有中国化肥网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来自297 但我自己就不喜欢买297 如果大家喜欢看 它叫做ferbt.cn F-E-R-T.C-N 那你就会长期 继续记住 究竟那些 肥料价格 究竟是怎样的 我现在 有空 帮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去这个网站 iPad那里看看 先看看 有个中国化肥网 如果大家喜欢 这一只股份 或者这类型的股份 可以有空看看 现在你看到 刚刚昨天下午出来的数字 山东 等等 两河等地的 尿素报价 是持续上升的 已经是去到2000元左右 人民币一吨 今年 如果你看新闻的话 尿素价格 已经创了 今年来的 高位是近年的新高 已经超过2000元 这个位置 其实如果你看上个星期的数字 由于那个供给受到限制 和出口强劲 亦都支撑着 尿素价格 持续上升 亦都因为 那个汽头装置 受到限制 装这些 尿素 肥料 那些等等 亦都受到限制 增加了那个需求 所以尿素价格是不停地向上的 现在这个 你见到是 中国化肥网 其实你进去 就会见到 他那个 价格 那个表现 我现在不展示出来给大家看 但是大家有空 其实有些水泥 玻璃 什么都可以看 只要你会否按进去看看 大家又可以 增长一下知识 其实我在两个 白这些水位 建议大家 买就是中海石油化学 看多少呢 起码破3.03元 因为上一次 甲醇价格 破上去的时间 东西是慢慢 不断地慢慢上 那我今早 我买的时候 怎样呢 开头是没有反应的 那一买下去 然后就立刻 很多大行 跟我一起 争夺 在这买 所以我觉得大行 其实都知类似的 资讯 市场上面 也都没什么人说 所以我的信心 都会比较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